说到丹波几风一波接一波 这代表的气温是越来越冷 这就是受到大陆氧气团的影响 气温评计 感谢烟海也只有十多的气温 是好给民众做好的营养的工作 感谢烟海也就是海上造业时 应该加强到身体的保暖工作 烟海也经常出现较强的准风 也是较大的海影 那边也是鹅农出海陣情 应该了解到天候的海上变化 并做好的保暖的工作 以保障到自身安全 在烟海的养一区 竟粹去到寒风 在我们的水面也显出了一波一波的水门 养一波一车就先来开动水车 就乘到水面来结松 这样就好了啦 如果大拐的那种保房 因为蚂蚂的那种渣风 渣风都要打开来 现在有缩织的 用缩织 那是什么用缩织 缩织喔 缩织在内部烧了 它内部烧了 这边起来 它缩织就是在我们的土地 土地 如果我们有水 如果我们的水 又跌到土地 土地的水就抽起来 土地就会稍微 包括土地下水 让人稍微提升到水温的水温 但没受到你们企团的影响 已经连续三天给温 尽情我们都台湾只有八度 它造成到水温大量来死亡 养一号不仅要尽力来风寒 希望你们企团威力挂金减作 对此关乎 辅助于蚂蚂蚂在出海前 应该了解到天后的 总控和海上的变化 并遭遇到波乱钢组 以免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中台先报到点 蔡宏报道